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每年的八月十四號是慰安婦日 臺灣目前僅剩兩位慰安婦阿嬤在世 但是婦女人全團體 依舊到日本交流協會前遞交抗議性 也有許多的青年代表參與 顯現年輕世代的關懷 不要低估臺灣五十九位阿嬤們的力量 因為他們的力量跟精神不斷地在擴大中 今天大家看到臺灣年輕的一代已經接下棒子了 身上穿著黑衣服 臉上戴著白面具 代表著五十九位無法到場的慰安婦阿嬤 走向海報撕下一張張寫有 阿嬤姓名的牌子後 開始了八分十四秒的静坐 每年八月十四日為慰安婦紀念日 婦女救援基金會與阿嬤們一同走過了將近三十個年頭 每年依舊重申多年來不變的立場與訴求 包括對受害者的正式道歉 對受害者的賠償以及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災犯的防治 並且由代表將抗議信遞交給日本交流協會 在這次的抗爭行動中 有許多年輕的臉孔一同聲援阿嬤們 學生自己也應該有自己的立場 以及自己應該想要維持的世界人權 我非常的高興 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年輕人不知道歷史的話 那會是一個社會的一個損失 年輕人了解這一段慰安婦的歷史 而且願意為他在校園 不管是就性別平等教育的議題 包含就是課綱裡面 應該要有這一段歷史的部分的這些主張 都很令我感動 年輕人的參與代表了人權運動向下一代傳承的重要意義 而追求歷史正義的決心永遠不會停歇 希望能盡快還給阿嬤們一個道歉 館將手是廟會中常見的陣頭 很多人會把他跟八家將混淆 其實兩者有許多的不同 一位館將手的面師透過展覽 希望跟更多人分享 官將手的特色以及出巡時民眾的禁忌 在喉童的桃花園藝術家故事館 目前展出官將手的神臉文藝特展 以及硬筆畫的展覽 但按官將手神臉繪畫多年的面師 高中成表示 大家容易對八家將和官將手的外表 容易產生混淆 其實兩者有著許多的差別 八家將他的底色是以白色為主 就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然後官將手他的紋路 他線條比較豐富 比較美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正如官將手的原本 然後八家將跳的步伐是比較柔軟 然後官將手他跳的是比較剛 比較霸氣 畫完之後三鐵巾就是所謂的 額頭 皮頭 跟下巴 這就是三鐵巾 官將手在行政座舞中 民眾比較容易犯的作用就是 直接穿梭過去 這是很大的禁忌 就所謂弄丁 其實這樣子會有 第一個會起衝突 然後其實最重要的是會刷到 會有煞氣 煞到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在行政座舞中 有一些路橋 民眾最喜歡站在路橋那裡拍攝 因為這整理是從你的跨下穿梭 過去 對神明是一種不尊敬 相信透過這個展覽 可以讓大家了解到更多 有關官將手的歷史 好煞天啊 來看大家下回